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与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与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与最新的发现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大家好 上两集我们也说过了三高 代謝症症群里面的高血压 高血脂 现在来到第三个就是高血糖 所谓很多人患有糖尿病 那个成因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明白了 可能是因为食物太好了 吃得太多了 或者也是烦恼太多而形成的 所以医生就用了那些降血糖的药物 究竟他的坏处在这本书里面 连药都不能吃了吗 作者怎样说呢 袁医生 看看这个降血糖药的制药箱里面的警告是怎样写 这个就叫做方达里面的注医事项 这个最重要的资料来的 他写到恶心 嘔吐 異常行为 因为血泉而失明 手脚变成腐烂的坏醉 最后就是癌症 这些是什么呢 说的是降血糖药内的注医事项 其实跟着呼作用很多 有时差不多三十多种以上 但是医糖尿病的药物 好像医高血压有几种机制 一种叫做降血糖药 第二叫做血糖吸收抑制剂 让你吸收不了 第三就是疑导素的增敏剂 让你身体对疑导素的接受能力 是敏感一些 最后就直接注射疑导素 增强你身体的疑导素 大概是这四大的手法 其实疑导素的病因很简单 就是过量饮食和压力 吃得太饱 血糖自然会上升 因为食物的营养 营养可以成为糖分 为什么压力也会令到血糖上升 压力对人体来说是一种外来的攻击 身体会立即准备反击 为了攻击肌肉就需要能量 腎上腺素就需要分泌 令到血糖上升 所以压力是造成血糖 那是糖尿病的主原因 压力之下 你身体就要製造多些血糖 因为有预备打仗 血糖里面是个能量 所以在野外动物里面 因为它不会过分吃 没什么机会超食 大部分都是半吃饿吃吃吃吃 手裂到吃吃不吃饿吃 断食一下 所以是医信自然的生活方法 所以在野生动物里面 没有糖尿病 当然了 如果我们知道糖尿病的成因 是一个饮食和烦恼过度 而产生的疾病 这个是一个成因 那你用药去治療 是否这样的 违反自然 就是很明显 这些问题 是你饮食和烦恼过度 若是今天是不可能在这儿 这些审婚仔都明白了 这是这么简单的道理 好了 那本书再提及 其中一种很热门的糖尿药 叫做Dibetose 是降血糖药 在这些资料 其实在网上 大家查就已经很容易查到 以前这些副作用 是隐蔽的 但现在的法例关系 一定要公开 所以我们看荒丹 第一件事 就要看注意的事项 因为注意事项所谓的警告 即是会发生 关乎生命的重大副作用 而Dibetose 这个药 一开始就看到这个警告 这个警告是什么呢 它可能引起重度酸中毒 或者低血糖症 酸中毒 就是酸血症 就是血液偏向酸性的疾病 有出死的可能性 就是突然间死亡 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称为Axidosis 血液中酸化了 具体来说有什么症状呢 例如恶心 不舒服 嘔吐 腹痛 腹射 疲倦 疲倦 肌肉痛 过度呼吸 这些症状 都是重度酸中毒 发病的先兆 如果不立刻 停止服用这些药 而采取适当的医疗措施 可能就会危及性命 而且能否及时发觉 很难说 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没有看过这些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发现低血糖 会造成暴力和自杀的行为 为什么会呢 为什么低血糖会养呢 这就叫重度低血糖症 症状是什么呢 它会有焦雷 焦雷感 饥饿感 心跪 面色蒼白 贫蜜 心脏 心脏 好像很急速的打鼓 冒汗 振斗 还有 头痛 视力减退 腹视 看东西有双重影 净鸾 分岁 最可怕的 而且是意义上的行为 暴力的冲动 冲动 曾经有报告说 美国监狱受刑的人 八成有患低血糖 即是说 如果你是低血糖的人 你会突然之间 发怒 冲动 做出犯罪行为 是 那 如果你用一些降血压药 最后 令患者 暴力的机制主义 就会变成这样 降血糖药 出现了之后 便会抑制血糖值 是 那一变成低血糖 低血糖 腎上腺素 由于分泌 因为腎上腺素 觉得身体低血糖 唯有腎上腺素分泌 但是腎上腺素分泌 是什么 是愤怒 激怒的 何耀梦 接着 焦虑冲动 接着便是意义上行为 解释了 其实又是很矛盾 那一头 因为血糖高的时候 服用这个药 但是又过度抑压了 令到低了的时候 又令到它出现了其他的问题 对 其实很多人的身体 血糖是低的 接着不好好处理 慢慢变成了 身体处理血糖的问题 出现了障碍 便会变成血糖高 所以很多时候 你看到那些人的 不饿得 因为我真的发生气 其实这就是血糖的症状 要快快去踩实它 不然以后它变成糖尿 就是这样的 好了 好了 那问题呢 这种药的副作用 即是大不桃 这个糖尿药 它会导致血液循环障碍 接着吃肉不振 便秘 贫血 白血球减少 因为血球的成长受阻 血小板减少 接着出疹 接着就是糖尿病 接着治疗糖尿病的药 就会令到糖尿病更加恶化 简直是很荒谬的 还有 降血糖的药 也会引起 脑泉紧失 和心肌紧躁 因为药是将血糖直拉低之后 就变成黏囚的糖分 就会失去血管 没有溶掉 走到血管里面 是用不到的 当没哨神经血管 都是逐渐失了之后 组织都开始腐烂 于是所谓坏椎 手脚烂 手的伤口不回 接着 血续循环不良的组织 气管出现问题 最后就是癌症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最后癌症 为什么糖尿病的人 会有癌症 就是这些处理这方面的问题 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最近 经常听到的 所谓三高 其实是 新疹代謝的症候群 其实整件事都是 药厂制造出来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需要用药去处理 用药去处理之后 会成为更多伤害 更多创伤 这些所谓三高 这个代謝症候群 其实真的是 一环扣一环 由最初的 由最初的 将血压的指数降低到之后 大量大量大幅度的增加了的病人 而引起 都是这样说 你变了一个外来的压力 刚才听过 糖尿病 血糖高 都是因为外来有压力 令到可能就是 胃口 或者拨命的吃饭的时候 加上又要用糖尿药 降低血糖的药物的时候 慢慢地令到血脂高了 又要吃胆固醇药的时候 令到肌肉又要流失 萎缩 所以这些全部一环扣一环 所以这个三高代謝症候群 其实归根究底最终 都是调理我们的饮食习惯 在这本书里面 叫做《药都不能吃了妈》 这是日本亚马逊网络书食里面 五星级的评价 如果你想要自己有健康的 就一定要看这本书 一定要去了解清楚 来到为了自己的健康而来到 这本书呢 这本书在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 都可以出售的 今天我们谢谢 袁医生 多谢你和我们的分享 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and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吻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 今天谢谢你 余医生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